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Tim T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我們上個星期沒有出片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最近有一些變化 就是我們終於在日本開始上班了 其實沒有人想做禮山的 但是回顧回香港過來 從找工作到現在正式上班 其實當中都經歷了不少事情 嗯 那究竟作為一個外國人 其實在日本找工作是不是真的這麼困難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可以很肯定地說 第一份工作的確是非常難找的 但是其實不是沒有機會呢? 我們自己又覺得也不是的 其實也有機會的 嗯 沒錯 回想起整個找工作的過程也很累 然後也有在身邊和其他朋友分享一下 自己在日本找工作的經歷 也都發現了原來有些朋友也有興趣來日本做事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全新的系列 就叫做在日上班族 在這個系列裡面我們就會探討 在日本找工作、上班的大小小事情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系列有興趣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不會錯過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我們首先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自己的學歷 不如你先 OK 那我呢其實就在香港讀大學 大學的時候都是讀設計的 出來做事都是做設計相關的行業 所以一路就叫做很順暢的一條直路 path 就做了大約三年才來讀語言學校 你呢? 我自己的背景就有點複雜 我自己在大學其實就是讀工程相關的學科 讀完之後就發現 這一行好像不太適合自己 所以我就去了轉行 然後就差不多累積了三年經驗 然後就現在就在日本正在一份IT的工作 嗯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自己的學歷和一些背景 那究竟我們在日本找工作是怎樣的呢? 那可以說一下在香港找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出來工作的時候 都差不多是一些社會事件 再加上疫情的時間 所以其實在香港找工作 都不算是特別多選擇和容易的 但是來到日本之後 就覺得日本找工作的情況 其實是比香港更難的 以我們兩個的條件為例 就是我們雖然有一個學位 跟著也有少少的工作經驗 但是無可奈何 始終我們是外國人 日文不夠的時候 好像找工作的選擇都很多限制 那這個就是我們遇到的找工作困難 那其實其他外國人在日本 究竟找工作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那在這個圖表就可以看到 外國人留學生最大的三個煩惱 第一呢 就是他們發現 在日本 被外國人找工作的機會 是比較少的 那就是意味著在日本找工作 很多的職位 都其實是target 日本人對於外國人來說 可能選擇都是比較少的 那你覺得這件事有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 那當然有啦 其實因為你看過 工作描述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是英文還是日文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其實在日本當然是日文的JD比較多 沒錯 可能是有些外資公司 他請過外國人回來 對於英文或者外語的要求是零的 反而日文就要留你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就是因為公司比較喜歡用日文溝通 可能公司裏面的人都是日本人為主 那他們請這個職位的外國人 可能就是想在他們身上 得到一些和日本人不同的觀點 去做這個職位的事情 那第二點就是 普遍外國人 他們在日本其實對於整個就職活動 或者當中的一些要求 都是不理解的 那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好像例如 假設一個面試官問一條問題 當中是有日本人也是外國人的 但其實永遠 或者大部分時間 都是日本人答到的答案 是符合到面試官的標準答案 那這些其實就很關於一個 求職社對於日本這種就職活動 究竟他們理不理解的一個差別來的 嗯 因為在日本他們找工作 有一個定義就叫做就活 那其實意思就是指 一些日本的大學生 他們在年3到年4的時間 準備自己畢業之後 去找工作的一個時間 那找工作的這段階段就叫做就活 例如我要什麼時候做什麼 面試又要怎麼做 那其實這個是很傳統的日本建工的文化 那所以他們從小到大 都是按著這個框架 而去建工或者運工 那但是我們是外國人來的 那我們從小開始就沒有接觸過這些東西 那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確是會被日本人是差 或者可以說我們根本就不理解他們的運作 所以很自然我們在這些面試的流程 或者框架就會讓日本人表現得順利 那圖表的第三樣煩惱呢 就是說覺得日本語能力測試很難 那就是JLPT 也都反映了我都是語言的問題 大家可能要學一門新的語言才可以在這裡找工作 都是不少留學生遇到的煩惱 也都是我們兩個遇到的問題 那訪問一下已經上班的人 你覺得上班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用到很多日文 或者日文有沒有影響到你在 上班的時候的一些溝通上面的東西呢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定程度的 但是 是不是到完全上班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首先我覺得工作是要好看你的性質 究竟你是全英文 全日文 還是兩種都可以 那我的個案就比較幸運 我是兩種都可以的 但是始終還是那句 因為面試 它實際去平衡你的日文能力 到你實際即場運動的時候 其實未必是相關的 所以 也是的 始終考試的內容就是教科書的東西 但是實際用到的情況 就跟教科書當然有很大的分別 那相信看這條片的觀眾 其實大家都是想知道 究竟我們是怎樣在日本找到工 我們就說一下究竟我們 份工是做什麼 不如你先說吧 沒錯 那我那間公司就是一間美國公司 那他們就來了日本開一個分部 那公司裡面大概有四分之三 都是日本人 但是因為我的職位 是會跟 例如可能是澳洲啊 美國啊 這些城市的設計師 會有些溝通 所以他們主要都是 希望我用英文去上班 但是考慮到 因為日本辦公室的同事 都是日本人為主 或者我們對的客戶都是日本人為主 所以都需要有一定的日文能力 但是就未去到要很流暢 或者很native的階段 那你那份是怎樣的呢 我知道那份就是一間日本公司 那當中的員工呢 其實差不多一半一半 一半是日本人 一半就是外國人 那為什麼他需要外國人呢 因為那個工作的性質是比較新興一點的 所以日本就未必有太多開發的人 就是一些人在那裏 太新的那些東西 所以就變成是外國已經有 然後就賣歸過來日本這樣 嗯 然後上班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英文、日文這樣說的 那普遍就是管理層 是多日本人啊 然後下面就是基層員工的話 基層員工 員工的話 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那大家最關心應該都是我們怎樣找到這份工作 那究竟我們是怎樣找的呢 其實想起過程都是十分之長的 亦都得來不易 那我們可以分享一下究竟我們找工作用了多少時間 如果不算這份工作的話 我應該找超過半年以上的了 嗯 但是只是這份工作的話 就應該是一個月 對一個月到我猜 嗯 那你呢 那我的話呢 就在一月的JLPT N2合格之後 就立刻全速開始找工作 但是中間當然有很多浮浮沉沉 不同的機會 其實是用了半年的時間 那如果只是針對這份工作 搞了差不多兩個月 才有第一次見HR到到真的拿到offer 啊 那真的挺久的 那其實你這份工作是從哪裡找到回來的呢 我的話呢 這份就是在LinkedIn那裡找到回來的 我是透過一個人力中介 然後介紹這份工作給我的 你呢 我是在一個叫做I字頭的超頻平台找到這份工作的 不是我找一個HR或者HR 是那間公司的CTO自己找我的 嗯 那這就是最重點的階段 就是我們建工的過程 我的建工過程其實是比較簡單直接的 嗯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日本職場的話 大家都知道其實在日本找工作 是要見很多回合的 首先你見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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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HR 你見HR,你見HR,你見HR 你見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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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HRenci gladiu 是HR,你見HR一 heure 對,沒錯 那你呢? 我長得多了 首先我是第一次見HR 當時HR跟我簡介 這份工作的過程大致上有四回合 分別頭的兩回合就是 一個見團隊的組員 再加上一個團隊的環節 過頭這兩回合後 到第三回合就會有一個測試 都是想基於我的技術 然後看看我是否真的適合這份工作 做完這個測試之後 順利的話就會進入第四回合 我也很幸運去到第四回合 第四回合會到辦公室 跟日本的團隊做多一次的面試 同時也會有一些離開的同事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一些澳洲和美國分公司的同事 大家都是不停地問我問題 想了解一下多一點我關於這個人的事 過了這四回合後 其實我都還沒有收到真正的答案 我還多了兩次的面試 才能真正得到這個職位 究竟這兩回合是甚麼呢? 額外的第一回合就是 跟我的團隊去做一個探討 去再了解一下我對於這份工作的想法 最後一回合就是見日本公司的同事 因為剛才也說過 公司裏面大部份都是日本人 雖然他們對於日文沒有太大的要求 但始終公司大部份的同事都是日本人 都要了解一下我在這個環境之下 會怎樣 或者我是否真的可以配合公司的文化 所以最後我過了這六回合的面試之後 我才真正得到這份工作的項目 所以整個過程就要花了差不多兩個月 不如我問一下你 你覺得在面試 多於你有很多次面試 其實你總共加上面試的感覺是怎樣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整個面試的過程都很被尊重 因為他們不會好像挑戰我 或者質疑我的背景 反而他們是表示得很有興趣 想了解一下我的生活 所以interview的過程 比較像是跟朋友聊天 而多於那些大家的腦海幻想中 有四個人坐在前面 然後我一個人坐在房間的中間 被質問那種 所以整個感覺都很舒服很開心 那你呢? 我自己也有差不多的感覺 因為就好像我們剛才說 其實大部份日本的面試 主要都是用日文為主 其實當時CTO找我的時候 他也有問過我 究竟我可不可以用日文去做一個 presentation 或者做一個interview 那我當然就是說 不會啦 但我就不會直接說不會的 就是用了少少語言的技巧 就好像說到 其實用日文也OK 不過我覺得用英文也會更加好 然後他就找了一個人 去做一個translation 那當時呢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神經 因為他特意找一個人 跟我做translation 那當然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個是我的同事 那Anyway 但整個過程就是 我一直用英文去present 那我也不會用一些很辣的字 那就等那個同事去幫我做translation 那對方又用日文問我 所以我覺得整個面試都是舒服的 被尊重的 我覺得公司當然是interview我這個人 但重點就是他都給了很多空間 讓我去了解究竟這間公司的文化 或者了解一下這個職位 究竟真實是怎樣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都很重要 所以我都很開心的 就是我們兩個 建功的經歷 或者最後的這份工 都是很被尊重的 那之前我在Fred那裡 就收到一些朋友的問題 很擔心建功的過程 會不會是全日文 或者全英文 我們應該要怎樣對答 那你有沒有遇過在語言方面的 建功的時候 其實有的 但一開始你怎樣都是有 即是有一種 新手的感覺 就是你怎樣都是會 準備了很多問題 但他怎樣都是問不中那些問題 那你就開始有吵 他這次問我做了一條 那我就放在自己的questionbank那裡 然後就開始瘋狂地去 用一個很簡單直接的方式 去用日文去解答 然後到最後是 基本上他問你都是問那些的 然後你自己都可以回答 我也有這個感覺 那其實在面試的過程 以我現在這份工為例 雖然我見了很多回合 主要都是用英文為主的 但是中間他們就會突然間 轉換了一些問題 可能是用日文去問的 那就是我要用日文去答 那當時其實都是那些 可能問一下 為什麼你喜歡日本 為什麼你要來日本 你來日本想做什麼 我覺得這些日文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可以準備 但當然他們不會問一些特別難的問題 例如說 叫你用日文去說 你自己對日本職場有什麼軟見 有什麼見解 這些程度的問題 就不會用日文去問的 就是這樣 剛剛就分享了一些我們自己 運工的經歷 那現在呢 都想用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給大家一些提示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就覺得 在語言方面 語言方面 要不就日文要很好 要不就要英文很好 日文很好的話 你自然就可以找到一些日資的公司 你可以和日本人一樣去工作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們這樣 半桶水的話 英文的能力就會是重點 那但是英文很好呢 就不是說要去到那些 很有口音 講到和外國人一模一樣的那種 其實只要自己表達的能力清晰 其實在日本這個程度已經足夠了 那第二點呢 就好像我們剛才這樣說 就是我們要視每一個面試 都是一個練習的機會 那因為好像我們剛才都分享過自己的經驗 就是我們一開始都不是一極失蹤的 我們都是透過很多次不同的面試 很多條不同的問題 對於答而成的一個question band 才足夠我們應付 我們現在拿到這份工作的一個面試 那其實不論是日文或英文都好 你總會遇到一些問題 是你面試 或者之前的面試是沒有遇過的 我覺得見得多個人自然都沒有那麼緊張 表現都會好了 講得流離了 還有一點呢 就是要令自己曝光在多些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日本找工作平台 盡量去connect多些不同的headhunter 或者HR 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都好 表明清楚我們的學歷 skills 和我們想找的工作 透過這些行動 就可能會得到一些沒有公開在市場上的職位空缺 還有一點呢 就是我們覺得大家可以將自己的CV 去嘗試修改一下 因為有時候大家可能會當作用香港那套 要做到CV 模式很漂亮 加很多Style 那日本呢 其實他們相對就比較用得多 ATS的這套System ATS其實就是 它會將你那個CV去做一些細茶的 即是未到HR之前 你發了一個email給它 它已經會細走你 那這條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我們的找工作經歷 再分享了一些小提示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來日本找工作的話呢 就不妨參考一下我們所說的事情 那雖然不同人不同行業 遇到的事情都應該不同的 所以希望我們分享 都可以給大家一些小小的想法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之後呢 會拍更多不同的影片給大家看的 那我們這條影片呢 就去到這裡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